大家好,我是比比,很開心又見到大家 這個是我每個星期最緊張的一個節目 為什麼呢?因為你們都知道只有我一個,還有在家裡 所以如果遇到任何意外,無論是燈掉下來,斷線是沒有人幫到我的 完全是自己一個去處理 那今天的...不好意思,走音了 今天的內容相當多,我自己分了五部分 吸納了上次的經驗,就是只顧著我自己說,留了太少時間去回答大家的問題 有些朋友就說,你不要說不通,我想你回答多些問題 你說的,未必我最關心的,但你回答我的問題才能解決我的問題 所以這次我們會將每一部分拆開 就是說我講完第一部分,先回答幾題問題 然後再講第二部分,再回答一些問題 所以快點留言,我都不敢說是可以回答的 大家知道,我四月份就會減產,五月份就停產 所以都是最後幾個星期,跟大家每個星期的一個時間做交流 如果你覺得以前說得不錯,希望我將來如果有機會復出,你繼續支持我 如果你覺得不知道你說什麼,我會反省一下 在閉關時期,就像我大哥溫鋼城所說的 我到我出關的時間,希望可以比以往做得更加好 好嗎?閒話就不多說了,因為其實我自己想做長一點的 你都知道每次做一個小時,我都不是很久 不過始終不要妨礙人家下班,打工而已 所以我們大概都是一個小時左右,六點半小時 煮飯就煮飯,吃飯就吃飯,課工就課工,好嗎? 好,正式開始 看回今天的恆生指數,升了242點 就是做21927,升了1.1% 今天來計其實也有些波動 你應該這麼說,其實這個是很窄的波動 今天其實每天的波幅是介乎21007到21009 簡單來說就是沒有方向 那為什麼沒有方向呢?當然很籠統地說 那你買升還是買跌好呢? 好像最差的情況又過了去,你又沒理由亂沽 你買升,剛剛還在22000點便宜你 我覺得有得解釋 始終第一,我們慢慢說 因為很多投資者都很心急 我說了一的話,他就斷章取二了 這些阿媽都知道,你試試聽回來 將1234567加起來,可能有些值得參考的地方 那第一,我們沒有什麼新的壞消息 那你說在俄烏的危機都是一個膠著的狀態 繼續是大家兵庸相見,厚珠不佛這樣的情況 第二,美國的加息大概大家都了解到 雖然越來越辣,計算到已經是說今年餘下時間 即九個月裡面,加一里七五,兩里,兩里二本,兩里半 即是越說越誇張 由兩個禮拜前我們說五月份,四月份是沒有意識會議的 五月頭加零點五,現在可能有部分行 我看到花旗等等,是說五月份,六月份 都加零點五里,很辣的 這件事情,但是暫時對市場的衝擊不是太大 但反過來,我們又不算有什麼好消息 繼續都是戰爭上膠著狀態 繼續要留意著五月份的意識會議 我剛才說過,因為第一,是不是加半尼 你加了一次半尼,我就怕你會每次都加半尼 開了潘多拉的補盒,放了一些魔鬼出來 第二,是不是真的縮表 我也都說過,如果相對於是叫做tapering 加息的話,其實是縮表對影響性是最大的 那究竟怎樣縮呢?縮的幅度有多快呢? 這件事情都要留意著 要擔心,都是說五月份的時間,或者四月尾 暫時空窗期,又沒有什麼特別 所以沒有新的好消息,又沒有特別的壞消息 那大家又見證過了 由之前,一萬八千二百三十五 情緒上的好轉,標到上兩萬二了 那再上的話,我也說了 短線看情緒,中長線看基本因素 那市場的情緒修復了,就不是說你說了算 我覺得很好,就繼續推升 所以都要根據一些基本因素做一個判斷 那我自己都沒有改變過看法 大概,我覺得又不要特別淡 因為特別,我們每個星期都見面的 那可以慢慢慢慢逐步去看的 現在來說呢,我也是維持回去 這一個多星期的說法